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出席了记者会 这个戏的以经纬线来说 他的经纬线是一个落地的书生 他在一个因缘机会的机会里面 他居然可以当六个师辰的阎罗王 他自己一生的怀才不遇 自认为的 然后到了阴间 他把所有中国大历史当中 他认为冤枉的人 都重新帮他们洗了一遍 但你做半天的阎网 如果做得好书你无罪 所以以至于他就是刚刚大家看到那一段 判了以后 结果他问那个老阎网 我判得如何 结果他说我在三百年前 就已经有这个判斥 结果你也不变得比我高明 所以最后因为这样子的时候 他梦醒了以后继续做 我想今天在现代这个社会 大概应该也是有这种现象 所以这部戏文本非常好 非常让人家看过以后 一直去想这一些人 真正的 阎罗梦天地秀才 获得民众热烈的回响 也展现出台湾金剧品牌的独特风姿 文建会媒体公关主台北报导 那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